翻譯 好的我們要講電的話呢 基本上面 每位同學大概都知道說 電呢是布蘭克林當時呢 這個發現這個電的部分 那 也知道 依照他所带的 这个电荷的 这个 是个性质的话呢 他有 正的 跟负的 ok 那这两个 正的跟负的电荷的部分呢 其实 如果对一个中性的物质来讲的话 那 这个物质 它是一个中性的 那就代表 它上面的positive charge 正的电荷 跟nex charge 负的电荷 这两个东西 是等量的存在 它这个物质里面 这是你们都了解的部分 那我们又知道说 每一个物质 每一种物质 那每一种物质的话呢 对于 这个物质上面的话 我们说这个是导体 这个是非导体 所以 对于 不同的物质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 依照 它对电的传导来讲的话 那我们把它分为导体 或 insulator 还有一种 就是 semiconduct 那导体的意思是什么 导体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物质上面 导体里面 有一些 肌肤 是非常自由的 没有 谢谢 肌肤很自由的 这个charge 那 在这个导体里面 有 肌肤非常自由的charge 在这个物质里面 所以 这些 非常自由的charge 可以传导你的 定 在电场的作用之下 好 那 但是 非导体呢 它这些charge 基本上是被bump住的 被束缚住的 所以它根本 没有办法 free的传导 所以 它就变成insulator 那 从这两个理念的话 我这样解释 我说 每一个原子 你们都知道 这个是原子核 核外呢 有电子 那电子呢 其实 原子核是带正电的 那核外的电子 看 里面带多少正电 核外就有 这个多少的电子 那 从高中里面 都你们知道 这个 电子在核外的话呢 并不是单 不是相同的 轨道半径在运动 它有不同的轨道 甚至于 到我们静带物理的时候 你这个所谓的电子 绕着原子核 运动这样子的行星 绕太阳的模型 也不是正确的 它是完全是一个电子云的情况 那不管 那不管你是什么样的 这个picture 来讲来的话 这些核外的电子 有的是离核比较接近 有的是离核比较远的 离核比较远的电子 是容易离开 因为你有一些能量 进来的时候 这个电子就可以 被远离核了 那譬如说我们在周期表的 这个D1A族的话 那个 这个钠等等 EA族的部分的话 它核外 最外层就是有一个电子 2A族的话 核外就有两个电子 这都是非常 非常free的电子 那为什么free的电子 因为在周期表里面的话 你看到这个整个周期表 这是1A 这是2A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知道 这整个周期表的话 在这一个column 是刚好整个的 这个share 就是这个share 就是整个 这个轨道半径 不是 这个电子天充的轨道 刚好被填满的情况 那这两个 是 第一个还没有被填满 1A族的 就是x轨道的部分 没有填满 所以我们一般把 这个部分的电子 是叫做balance electron 架电子 然后内层的电子 叫做cold electron 所以换句话说 我现在所谓的nearly free electron charge 的部分 所指的就是核外 原子核 核外 核外 的balance electron OK 它 因为是在最外层 所以 当你加了电厂以后的话 它得到能量 它能够自由的 在这个物质里面 这每一个都是1A 那这个free electron nearly free electron 就在这个核外 自由的能够运动 OK 那这个 换句话说 你电厂一加 它这个电子 就好像自由电子 但是并不是那么自由 所以我们用nearly 这个字眼来形容它 反过来 如果 你的物质 是在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包含是 这个 这个 蛋 还有氧 还有 蛋是7 氧是8 然后9 是佛 OK 这些东西的话 这个colum 那 你会发现说 事实上 它是怎么 它是电 这个share 这个轨道 P轨道 并没有完全被填满 OK 那 P orbital 没有完全被填满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说 没有完全被填满的时候呢 没有完全被填满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说 这些电子啊 是 都是colum 所以它没有办法 非常自由的运动 那 它 电子被束缚住了 所以它是一个 这个 insulator的情况 那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两个极端的情况 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 另外一种情况是 OK 好 那你现在你看到了 每一个c外面都有四个的部分的话 那我们就会发现 这边的c跟这边的c 这两个电子形成一个键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共架键 ok 所以你会发现说 对于 4A组的 碳 细 则 这一个colum的部分的话 它几乎都是 共架键 那这个共架键是非常稳固的 所以理论上面的话 这些 电子都是被束缚住了 它根本没办法什么 所以没有办法free的去运动 但是 它这些共架键的电子 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性质 它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就是说 这些电子啊 如果外面有给一些能量给它的时候 它就会free掉 那free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说 假设这个电子free了 那它free了喔 它可以移动了喔 那你会看到就是说 这个电子一旦很free 能够在这里运动的时候呢 那 这个电子移开来的时候 它就有一个空缺在那里了 对不对 那 那当它能够拿到能量很free 很free 运动的时候 其他的电子也一样能够拿到能量很free 运动 所以当它离开了它的原来的位置 就好像你们玩大风吹一样 那 下一瞬间的时候 其他临近的电子就来取代它这个位置 OK 那这里又有一个空缺 其他的位置又来取代它 那你就会看到 实际上是电子已经在什么 在跑了 那电子在跑的意思就是什么 电子在传导 OK 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呢 我不是本身给它热 不是给它能量 让电子获得 能量的情况之下 而是呢 我是做什么样子 这本来都是锡啊 锡都是市价的啊 我就找一个五价的 五价的是什么 五价有什么 蛋 零 生 对不对 那你随便找一个 生好 那生的话外面是五价 1234 还有一价呢 它没地方去 因为外面 旁边只五个 这个四个电子 形成了供价件 另外一个没有地方去的电子 它本身就是一个什么 free的 nearly free elector 的情况 OK 同样的情况 这个 nearly free nearly free 电子呢 它也有跟我们刚刚讲的性质是一样的 每一个都要求最稳定的供价件的时候 这个电子啊 因为它是 这个 游走的这个孤儿啊 所以呢 他也希望有一个家序 那他可能 去抢别人的位置 让别人 变得游走的孤儿 那变成是 这个就是一个在 传导的情况 那 为什么要叫他做 semi conductor 因为 因为 对 conductor 来讲是 每一个 atom 都会提供 balance 就是一个在床 所以 他能够 的电荷 非常非常多 所以他导电性很好 但是 所以 刚刚我讲的 不管 你是doping 就是这个就是doping doping叫什么 布置 额外doping doping就是 以少量的其他的元素 放进来的部分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他能够提供的 并不是每一个 atom 都给他 一个free electron ok 那他能够传导的 电荷 就是我们所谓的 carrier 的concentration 你能够传导的 这个电荷的浓度 那他是比较少的 所以 对conductor 来讲的话 大概差不多有 10的23次方 因为你 本来一抹大概就是 10个23次方的电子 在传导 但是对 semiconductor 来讲 他就会低了 从10的 23一直降到21以下 那他都可能是semiconductor 看他的semiconductor 的电性如何 来决定 来决定 这个整个 这个 这个semiconductor 的导电性质如何 这是 你doping 5架的东西 那还有一种情况是 你doping 3架的 那3架的是什么 3架有什么 红 然后呢 红 绿 甲 对不对 这些东西 那3架的话代表的是什么 外面只有3个电子啊 这是3个电子 这边是空了一个位置的喔 那空了这个位置的话 同样的 刚刚我讲了 这个空的位置 每一个人也很喜欢 来玩大风吹 他就会 这个电子会来补充他 他又来补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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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就好像 你 这个电子 从这里 游走 的感觉 本来是电子 跑到来过来这里 跑过来补充 这个跑过来补充 那 你看到了直觉上是什么 这个空缺 由这里跑到 这边来了 对不对 在物理上面 这样子的一个空缺 就好像是一个正电荷的存在 那这个我们叫他做 叫电动 OK 所以 因为你 物质的 物质不同 Semiconductor 可以有P type 也可能有N type N type N type呢 就是 Eletron在传导电荷 P type呢 就是 Hall在传导 因为 你看到的是什么 电 这个动 电动从这里 在 从这里跑到这里 再跑到这里 再跑到这里 OK 那看来 好像整体的效应 是Hall在传导 所以 KDL concentration N 可能 你变成是 你的Hall的浓度 或者是 Eletron的浓度 所以 这是我们 对 Semiconductor的 一个情况 那到了 你们大事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 我们在讲的 这些 的Model 都还是很simple的 那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的 电子结构呢 是 可以用能带来表示的 那这个MH band呢 底下的就是我们所谓的 Balance band 就是架带 那上面呢 就是传导带 Condation band 那 以能带的观点来讲的话 很简单的 我说 当 我的架带 全部被填满的时候 电子填充 这代表的是一个一个的能阶 OK 这完全就是静带物理的概念了 它底下全部填满的时候 那最高填满的能量 我们就要叫 毁灭Energy 那我们说 它的毁灭Energy 是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表示导带 并没有电子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谓的 insulator 那如果 你的架带已经填满了 全部填满了 那有部分的电子 填到导带去了 OK 换句话说 电子追涛 填充的能量 就是毁灭Energy 那在这个导带上面 还有非常多的能带 可以移动 所以电子呢 可以移动 free的移动 这个就是我们的conductor OK 那 你从 电子从 这个balance band 跳到conduction band的话 只要你有能量给它 它就可以从 这个balance band 电子可以从balance band 掉到conduction band 掉到conduction band 只要你给它能量 OK 它就会要迁上来了 OK 它就会要迁上来了 好 那 这两个 之间 的能量差 最小的能量差 最小的能量差 我们叫做gap 就是gap energy 如果你的gap energy 是非常非常的低 非常非常的小 换句话说 在stick cone的情况之下 它其实就是 我已经在balance band 已经填满了 但是我的energy gap 非常小 所以我只要给一点点的能量的时候 这个电子呢 它就会从导带药圈到 这个 从架带药圈到导带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谓的semiconduct的情况 OK 这两个情况 其实很类似 但是因为 在平常的温度里面 你可以把电子从导带 这个药圈到架带 那这个在平常的温度里面 是没有办法办到的 那不同的性质就出来了 不同的这个元素进去的话呢 这些元素是放在哪里 它是放在 可能是在balance band的上面 也有可能是在 conducting band下面的部分 所以 这个doping的 那个electron的话 这是 这种情况跟这种情况都有可能 这种情况的话 你只要给它更小的能量 它就上来了 上到导带上面 它就可以导电 那这个就是ntype的情况 OK 那这个呢 一样的 这个是一个带 这个是一个能阶 那这个能阶呢 因为你这边有空轨液 空轨液的部分的话呢 我只要给一点点的能量 balance band 就可以要牵到这个带上面了 那这个就是ptype的部分 所以不同的这个topic 有不同的性质 那这些观念的话 你们到这个 这个固态物理的时候 跟静态物理都会在学习到 那所以我们大概能够了解 这个电子的一些性质的时候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些 所谓的conductor insulator 跟semiconduct的情况 那你会发现 现在这个材料科学 越来越发达的时候 不只semiconduct 还有semi metal 那个其他的这个物质 因为不同的物质的材料 而影响的物材料的性质 会层出不穷的一直出现 这一块是物理上面 非常hard的一个 一个 有带你们去拓展的一个地方 你所谓的qually electron的话就是 你这能阶贴满 还会有下个能阶 所以你一直 这个能阶在某一个物质 是你的最外层的能阶 但是最其他的物质 可能是他内层的能阶 就像钠 钠的部分的话 对他来讲的话 钠是2S吧 10几 2 3S 钠差不多3S 是最外层的能阶 但是对4S的人 的物质来讲 3S是他的内层能阶 一样的道理 所以他的外层能阶 就看你的最外层 那个能阶 那一旦对钠来讲 这个能阶是 3S是他的concussion bay 但是对4S的 那个 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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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钠来讲的话 他是什么 3S是他的内层能阶 这样没有问题了吧 钠 钠 钠就是当主的 钠所以他钠的性质是 钠的性质是 钠的性质是 所以你會看到氫是最喜歡跟氫結合 或者是氫一定要跟其他的元素去結合 對 氫的跟其他的元素去結合 佛啊等等去把它結合在一起 因為佛剛好有一個空缺 氫有一個電池 然後所以它就很深層穩定的一個